各位悉尼和澳大利亚的球迷朋友你们好 我是Jeff 这个是澳大利亚国家羽毛球发展中心的羽毛球频道 这个频道其实的产生我们酝酿了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最近在我们的努力之下终于能够产生这样一个频道 那么这个频道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几个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向澳大利亚大洋洲的羽毛球爱好者 普及羽毛球的基本的知识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将会介绍我们在来的一年所有的羽毛球方面的学术交流的所有的项目 跟项目的主要的内容 那第三点 那当然是我们有球迷最热爱的或是最关心的 就是点评热点的这个比赛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频道会经常的去点评最新的 比如说比赛的结果 那么比赛的录像 那个点评的内容包括技术类的战术类的 然后例如一些最新的这个技术的打法这种 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要去在这个频道里面去传播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频道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 最大的卖点就是第一个 我们是立足澳大利亚和大洋洲 那么我们主要的common的对象呢 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 是应该是面对大洋洲的运动员 第一 就是说我们会针对大洋洲或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的运动员的技术特点 或者是培训做出一些建议 做出一些点评 这样的一个目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是为了让本地的球迷能够知道最新的羽毛球的发展的趋势跟训练方法 那么为了增加这个说服力跟增加这个技术的含量 我们会请来一系列的嘉宾 那么我们已经落实的嘉宾 就是答应跟我们做这个节目的 做这一档节目的 有很多重量级的人物 第一个是2009年世界锦标赛女单的世界锦标赛冠军 卢兰女士 那么他会在这里跟我们 跟我在一起拍档 主要去主持这个节目 特别是羽毛球技术点评这一部分 另外呢 还有北京体育大学的羽毛球教研室的周志辉教授 他会试图从羽毛球的理论 结合实践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释这个羽毛球的训练 那么另外两个人呢 比如说还有原来国家队女士双打的教练 那么杨康教练 那么他会主要从他在国家队待了那么多年 就是亲身体会 那么他向我们介绍 特别是双打混双 他在这个项目里面他应该怎么去训练 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个最新的羽毛球的发展的趋势 那么呢 最后一个嘉宾呢 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国家队的主力 李宁公司的高层 就是谢欣 那么谢欣呢 就是主要他的专项是单打 那么我们也会请他来对一些比赛 做出一些评述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主要的特色 给大家看